《传承》 所以传承是非常重要的 传就是上面 传给下面 承就是下面 承接上面 传是给予 承是接受 先辈传给后辈 后辈接受前辈 佛传给菩萨 菩萨传给祖师 祖师又传给善知识 善知识 师父传给弟子 这样一代代传下来 那我们今天学习善导大师的教法 我们的优势点 或者说珍贵之处 不是说我们个人有多高的智慧 反而是因为我们得到了这个法门的传承 同学们是不是这样 没有得到传承 得到传承就有优势 传承的优势体现在哪里呢 就体现在它有传承 所以我曾经这样说过 比如说我们可以在这个地上打一个井下去 这个井打下去能不能打到水 不一定 也可能打五十米 也可能打一百米 也可能要打到两百米 你不断地往下打 也许打得到水 也许打不着水 好 那你想要花多大的力气和代价 打到了 你便能抽出一点点水上来 那如果是来到长江边上 你根本就不用打起 要多少水 你就取多少水 对不对 所以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这就是长江水 那么长江水这样的作用就像什么呢 就好像得到了法脉的传承 那么这个打井的井水像什么呢 就好像我们自己修行 开悟 在我们心地里面开悟了 那你也得到了佛法的利益 不过仅仅是一个井水而已 那个长江水是没法比的 何况能打到井水的 是很少 那我们如果学习法门 得法的利益 如果得到一个清净的 相续不断的传承 即使我们再怎样的愚笨 也可以有很大的成就 就好像一个人 他在长江边上 那么水就是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所以传承特别重要 传承是用次地的 什么叫次地呢 就比如说一棵树 你看这棵树啊 它每年都会发新的枝 那个会成长了 那2013年的树 你回去看它会抽台 它在哪里抽台 它是在2012年的这个基础上抽台 它不可能跳到2011年的那个地方去抽台 对不对 那它不可能啊 它不能跳到前面去啊 它一定是在这个基础之上 这个树就很自然 就是说传承 它和它的次地关系 那像我 我们来学习 我们是根据上人学 那是观金苏 网斯顿著这个图点都在 那干嘛跟上人学呢 自己看不好吗 也有书看得懂啊 那就没有传承 我们不是自己把书一打开 我认识自己来学 那如果没有上人 没办法 我们只好自己去啃 那我想我没有这样的智慧 那上人有这样的智慧 有这样的德行 我们是依据上人的智慧 理解 这就是所谓的传承 依这样来学习 那么传承一方面是我们学习法意 另一方面也是对我们的善知识 人格上 道德上 慈悲和智慧方面的完全的幸福 有这样一颗顺服的心 这就是所谓你是一个法器 你才会得到一个正脉的传承 我们不是说某某人他自己 好像只有通过他才可以学习一样 不是这样的 而是我们做弟子的 一定要具备这样的相状 才可以得到法的利益 就像刚才讲的这个书一样 他2013年 他一定要在2012年基础上去成长 那除非哪种状况呢 除非雷把这个书打断 一直打到半腰那一截 那是2008年的书 那他重新发芽 他只好从那里发芽 那是没办法的事情 所以上人 如果他前面还有善知识 在弘扬我们这个法门 那上人肯定向他来传承 向他学习 那没有的话 他只好向上的大师 更远的地方 因为断了一千多年 所以这是一个这么一个状况 就好像这个树一样 那么我们一节节往上长 不可能说你已经长了 这个三十年五十年 突然从那个树根的地方 又长出一个 那个就不大可能 那些呢就是 就有点邪乎了 不是那一回事 所以我们已经离开释迦牟尼佛 两千多年了 那有的人现在 我觉得传承特别重要 在这个时间段 尤其是我们末法时代的众生 要有这样的观念 现在这样的人都很急功近利 都喜欢飙心利益 就觉得都看不中祖师了 也就没有传承的观念了 因为书都认识嘛 拿到佛的一部经典说 我也开宗利教了 我也自己别开一门了 这个怎么可能的事情 像长江水一样 上游到中游 中游到下游 你下游的水 必然是中游躺来的 说我直接从上游接到下游来 那你怎么接得来呢 这个是没有规律的 不符合道理 就说邪乎事 那么即使你有这样的智慧 你能够误导佛经 当然佛经 本来都是每个人 都可以自己来修学啊 你个人有这样的领悟 我想在末法的时代 那你想要自己别开一面 佛菩萨都不会允许 因为这样对整个佛法的利益 都没有好处 我们在农村呢 你们我在城里待的少 对城里的稀奇事知道的少 所以动不动都讲农村里面的事 这个农村里面像我们小的时候就摘树 现在也摘树了 那像这个树已经长到几栈高了 但有的时候它会从根部的地方啊 发一个芽子出来 它会长一个那个苔 不管这个苔长得再怎么样 那个圆钉都不会让这个树苔存在 因为它不可能长成大树 它只会剥夺这个大树的营养 同时呢它就会分叉分支 没有意义 那一定会把它砍掉 我们佛法在苏婆世界流行 诸佛菩萨就是圆钉 你要搞一套 就会肯定给你剪掉 没有用 你根本就长不大 长到一尽它就交掉了 即使毫无意义 所以不要搞新花样 佛法没有新东西 这话说大家能理解吗 搞新东西都不会搞出好成果 真理是没有新的 真理嘛 过去现在师方诸佛 师方如来都不换新花样 你换什么新花样呢 什么师方诸佛 都念阿弥陀佛成佛 前佛如是 后佛也如是 所以师方三是无量会 同称一如好正觉 没有新兴玩意儿 这一定是永远如是 如是如是 所以不会有新的 他也才永远是新的 那这是我们对于传承 应该抱持的观念 得到了法的传承 才有非常深厚的基础和利益 那我们讲传承根本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历代的祖师 他的著作都很广大 很丰富 这些著作构成了我们这个法门 法脉传承的关系 但是呢 那这里边有所谓的根本和枝业 那这个第十八院 就是历代祖师 我们这个法门传承的根本 那其他的再多的文具 都是枝业 都是围绕着这个第十八院 所展开的内容 打个比喻 还是农村的啊 城里没有 城里现在没有比喻 都是高楼大厦怎么比喻 那都没有生命力的 你像这个 大家看过竹子吗 南方竹子有的是 北方竹子就少了 你看这个竹子 这个竹子有一个竹竿 那个竹竿就是根本 从下道上通直的 然后在每一个竹节的地方呢 它会分叉 开出那个枝叶出来 是吧 这就是一个比喻 就是从龙树菩萨 天经菩萨 谭乱大师 道处大师 善良大师 他像竹子样 一节一节高 那么这个第十八院 就是这中间 这一个不变的竹竿 什么一行品啊 什么往生论啊 什么往生论啊 什么安乐吉啦 什么观金苏五部旧卷呢 就是每一节的 那个竹节的地方 生出来的 那个枝叶 它是这些丰富的文具 来展现 但是它的干 是一致性的 这个才是传承的根本 不能离开的 这样 比喻大家明白吗 明白 不明白回去 找一根竹子好好看一下呢 旁边有竹子呢 所以它再多的文具 所以我们上次在这里讲 没有第十八院 才是净土宗的传承根本 根本传承 净土宗祖师所依据 所洪传 所开展的 就是第十八院 就像我们刚才 打的这个比喻一样 它是顺着这个 第十八院的主干 然后在它不同的时间段 比如龙树菩萨 它那个时间 在佛灭后七百年 它展开一行品 展开这个职业 然后它展开说 我要讲十方诸佛的一行 诸大菩萨的一行 等等 然后归结到第十八院 阿弥陀佛的一行 它再上一节 传到佛灭后九百年 又一节了 到天清菩萨 它就是展开往生论的 四脉三言二十九种 种种的庄严 这个都是职业 那么它是从哪里长出来 这些教理的五念门等等 它是根据第十八院 分发出来 再出来到中国了 唐良大师 一样的 仍然是第十八院 最根本的核心 而舒展出 往生论柱的 上下两卷 怎么怎么展开来 凡是圣必亦国土 既必菩萨人天 所起出行 接远阿弥陀如来 本院立故等等 然后展开了种种的教说 那么再下来到 道处大师 他仍然是于这个 第十八院 为主干 在他古节的地方 又展开 安乐吉的十二大门的 眼部 开说 那么再到上两大师 那就更广泛了 郁郁苍苍 五步九卷 不过他还是依据 第十八院的主干 然后展开了五步九卷的 广大的教说 所以这个就是传承 那到我们的上院 到我们这里 我们不管讲再多的话 我们演绎再多的 红艳苏出这么多的书 什么能离开 第十八院 都不能离开的 这就是传承的根本 那得到这个根本 就掌握了 就掌握了根本 这就是传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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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传承的